Safix 香港动漫720 大家好,我是香港动画及视觉大学院 Safix 的院长马sir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一些 3D Maya 的基础教学 好,今天的主题是讲 如何复制模型 在软件里 我们要Dubicade 一件模型 是非常之方便的 我们只需要选择我们要的东西 然后在软件里 我们只需要按一个Dubicade 然后这一件软件 就会由一件变成两件 我们再按一个Dubicade 它就会由两件变成三件 我们要Dubicade的时候 其实是很方便的 我们今天就讲一个 另外很常用的方法 叫做Dubicade Special 一个特别的复制方法 我们在软件里 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Dubicade Special 我们打开它出来看看 在这个方格里面 叫做Dubicade Special 的option 一个特别的复制方法 里面有很多功能 可以再多一些变化 包括有一个叫做Translate Votate和Scale Translate就是移动物件的一个做法 Votation是一个旋转物件的做法 Scale就是把一件物件放大 好,我们可以选择了我们的模型 如果我想将Dubicade的时候 其实我们首先要计一计数 如何计数呢? 好,拿个计数机出来 我就拿个计数机出来 我想将这个窗花 Dubicade 可能围圈Dubicade几件出来 那我就要计一计数 一个圈是360度 如果我想Dubicade 10件出来 那我就将它随意10 即是说每一个模型 就是Votate 36度 当我计好这条数之后 我就可以打回这些数字 我刚才说过 我想Dubicade 10件 每一件是36度 有一个变法在 那我就看一看 在它的Votation里面 分别有三个格子 三个格子 其实由左到右 就是XYZ的意思 就是三个軸心 那我们就想将它的Z续 Votation旋转36度 然后我刚才说过 是想做10件重复的模型 那我就打Number of copy 是10 是不是10呢? 原来不是 因为画面本身已经有一件在 就是我Dubicade 9件就足够了 当我选了这件模型之后 我就可以按一个Apply 应用这个功能 当我按完这个Dubicade Special Apply之后 我就会看到 咦? 刚才那些窗花 就会重复复制了9件出来 是根据一个特定的变化 当然我现在还可以着量去修改 譬如我可以用一个Votation 独立再去Tune一Tune 去Votation的变化 做一些不同的修改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Dubicade Special 做的方法 就去做到一些不同的复制出来的Pattern 我们要做一些装饰性的花纹的时候 其实用这个Dubicade Special的方法 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一些重复的 一些Pattern 一些花纹出来 其实呢 按照一些Design Principle 只要那样东西是对称的时候 其实肉眼看会很舒服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 用来做一些装饰花纹的方法 好,我先Undo 刚才我只有一件而已 好,我们看看这个表 有没有其他的做法 其他的玩法呢? 好,让我先看看 如果我选择了这件Object 我呢就把这个Dubicade Special的表 将它reset到最original的状态 我们看看有什么其他做法呢? 里面呢其实有Translate 移动,Votage,旋转,Scale,放大速势 我可以同时间去运用这些功能的 譬如我想Dubicade 20件出来 每一件都向画面的右手边 或者向画面的左手边 生出去 那我可以在里面就打-10 那我想每一件都有一点旋转 那我就打-30 那Scale我想一路生出来的时候 一路有一个大小的变化 那Scale 1就是100% 如果我想每一件都会Scale小了 只剩90% 那我就打-0.9这个数值在这里 那想Dubicade多少件出来呢? 我试试Dubicade 30件出来 看看有什么效果 那我按一个Apply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 这些Model就会按照某一个特定的Pattern 去Dubicade出来 好,我先按一次Undo 如果我想修改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里面修改一些数值 那修改完出来之后 你看看是否合理了 如果你想修改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再select它们 再有少少微调 那这也是用来做一些装饰性花纹 很方便的功能 那今天讲的主题就讲完了 今天的主题就是复制模型Dubicade 请支持香港创意工业 记得Subscribe我们 Like我们 留言和Share我们呀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